AIT前處長司徒文 楊舒蒂等國際學者 20號發表了聯署聲明 對於在野黨提出的國會改革方案 表達嚴正關切與擔憂 呼籲在野黨要克制自己的行為 不過似乎有美國議員有不同的看法 一向有台的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·史密斯 同一天也對我國政府總統就職發出祝賀 不過裡面特別指出賴總統的首要挑戰 是要先克服民進黨內立場較為激進的立委 在立法院的干擾 尤其是他們反對強化監督制衡的國會改革法案 這位美國眾議員當時並沒有獲得完整的資訊 那事後其實有華府的友人主動跟他的幫忙是聯絡 那後來也了解到他對於台灣的政治 將他的相關言論斷章局感到相當的遺憾 他們會發一個聲明出來 那重新在重申對於台灣這個憲政治理 以及這個民主對話的相關的立場 且預告會有澄清的言論 這樣子的說法簡直是低估美方智慧 而且施壓簡直民進黨就是造成國際大笑話 台灣立法院爭議不僅藍綠炒翻天 甚至現在還延燒到國外去 三陵新聞華少平洋紫玉台北報導